佛药的佛像,经书该如何处理? 大师说,必有损像镀金, 净处藏只可以。 假使有一些像,已经破掉了, 金,重铸掉了,烧又不能烧, 看又不能看,残缺的像攻起来, 人家看了晦气不好的印象。 怎么办?净处藏只可以, 找个前进的地方藏起来就可以了, 不能烧,也不能毁。 现代社会, 由于印刷术及各种塑造工艺发达, 很多商家为了盈利的目的, 把金文、佛菩萨像、塔四项印在门票上、 商调上、广告上、名片上、 产品包装盒上、华丽上, 或者制成各种小挂件、装饰品。 这些印刷品和工艺品经过短期的流通使用后, 大都被无知的人们扔进了垃圾桶, 尤其在景区里, 印有佛菩萨金塔等图样或字样的箱口, 门票或包装盒被人乱丢乱采, 垃圾堆里随处可见, 更有一些厂家为了招揽客户, 于产品上如鞋底、 印制佛塔等形象。 还有一些佛教徒, 以讹传讹焚烧经文佛像超度左心, 或把这经书及过期的佛教杂志卖掉, 也有一些居士, 将经书等同世间锁点垫在座位上, 种种现象令人忧心。 有见于此, 本文将分四科对宫敬三宝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和剖析, 以其呼吁十方资素从自身做起, 恭敬三宝, 践行皈依学处。 一, 不恭敬三宝的过患。 在佛说漫法经中, 阿南问佛陀, 为什么都是信佛? 学佛, 结果却有富贵和衰败不同。 佛对阿南说, 有的人信佛, 学佛没有遇到真正的明师, 也没有经书, 佛像又不恭敬上师三宝, 看到经书和佛像也没有恭敬, 虔诚之心。 如果他有经书, 就已轻慢, 玩耍的心态挂在墙上, 或随手丢在床, 或洗上, 或者扔到衣服, 被子, 破烂的竹箱里, 使得妻子, 孩子用不前进的手去拿经书。 纵然遭到烟熏和屋里入雨的情况, 也不去查看和关心那些经书, 也不烧香, 然等向经书作忏悔, 就跟对待外道, 世间的书没有差异, 这样的所谓的佛教徒, 善神就会离开他, 恶鬼却得到接近他的方便, 紧紧地追逐他不放过, 想尽办法让其衰后害病, 各种罪过因此不断增降, 姚美和恶鬼囤守在他家门口, 于是使他不断衰败最终死亡, 性命尽了以后因为生前的罪断, 叶利牵引堕落到离离地狱之中, 这都是因为这个人虽然表面上信佛, 但他内心的信仰并不经常, 专一, 对佛法的信仰不坚定, 犹犹豫豫, 无所专具, 根本就是不信佛法的人, 所以得到这样的罪业和栽殃, 衰败, 亏好到这种境地, 如此种种, 可不畏在, 菩提到次帝广乐云, 有福田门固立大者, 位于三宝尊中, 四尊, 父母等所, 于此虽无猛利益乐, 略作损益, 能得大福极大罪故因为福田方面导致业力重大, 在三宝等对境前, 即使没有猛利益乐, 只是稍作利益或损害, 就能获得巨大的福业和罪业, 绿藏杂史里说, 拘留孙佛伴涅磐时, 丹庙大王为拘留孙佛造塔, 塔造得很大, 有一个工人, 看见要造那么大的塔, 二次重复地说, 要造那么大的塔, 哪一天才造得完, 后来这个塔毕竟造成, 确实很好, 他就觉得过去说的话不对, 生了优惠, 就把他的工资用来买了个金灵, 挂在塔上边供养塔, 他后来感到的果报, 非常难看, 身形哀响, 像侏儒一样, 但是, 因他供了金灵, 声音确实极好, 就是因为福田极妙, 福田殊胜所感福报极妙, 同样如果对此造不善业, 轻事乃至践踏, 所感的不善果也叫其他由衷, 对于在香河上映至佛菩萨像, 映光大师曾开示约, 欲香仪式, 罪亦陪福, 亦罪亦造业, 制造不经节, 装宏尽心意, 以佛菩萨像映作坊丹, 即映于香河之上, 又以佛菩萨像, 舍于香诸眼中, 无知之人, 敬畏构取人, 亵渎之罪, 何可明言, 仿丹相合, 随便丢弃, 如此求利, 无恐不但子僧灭绝, 统其人一气不来, 勇度阿比地狱, 以自比发起亵渎佛菩萨像, 另敬佛者亦获大罪, 放了无信心者乎此种欲相辙, 罪业之大, 莫可言壮, 比上一位得意菩提到次第广问中, 侠如我一云, 不等于法任何顽爽, 无所不作, 然不敬法及法师者, 是坏会因, 现在于盟, 如此一族, 莫更作极于痴之因, 若于过此, 更有何能又对于不敬经书法宝之过患, 阴光大师一云, 然今之之所, 宽阅佛经, 毫无成敬, 种种泄脉, 难以媒去, 而悉行既久, 彼此相安, 其泄脉之计, 不忍被言, 如这不敬出口, 口贤止华无伤经业, 月经微义不正, 肆意谈笑等, 是如来之法言, 同破坏之故之人, 且无畏不知止去者, 倒无所义, 其身之实义者, 义止是口头三昧, 面门灰光, 如即说时, 如凭数宝, 虽有研究之功, 绝无实证之意, 旷泄漫之罪, 稀炊弥天, 而受苦之期, 岂止穷解, 虽是善因, 反昭恶果, 纵未将来得度之因, 难免多结备受其苦, 其依佛教已奉行, 数为得意而无损, 又有我传, 残破经书可作火经, 此乃隐无重罪, 南山律的戒书里边说, 有人无实, 烧毁破经, 我经火经, 为炎的福, 此妄思度, 有的人没有知识, 以为把破的残的经烧掉, 火经, 以火来作经把残缺的经烧掉, 认为以火来作经, 是有福报的, 此妄思度, 这是虚妄的想法, 半计舍身, 住在明典, 两字除货, 一列正经, 何德焚除, 时时在佛眼, 经典里讲, 为了半个计, 释迦牟尼佛舍身共要叉, 佛经记载, 即使只有经中的常住两个字, 就可除去众生的烦恼, 有两个字可以把他的烦恼除掉, 半计, 两字尚且有那么大的作用, 尚且佛要花这么大的代价, 何况一不残经, 怎么可以烧呢, 这个诗是, 这很大的福, 灵芝律师资石记就是解释南山绿的说, 以前有人这么说, 如烧不经, 安瑜静处, 先说是把因缘生记忆, 分支, 此乃传谬, 支出和文, 银雾厚生, 先瑜众逆过去有人这么说, 把那些旧的经, 摆在前镜地方, 先说一个记, 诸法因缘生, 说这个记念完之后再烧掉是可以的, 但是他就说这是误传, 这出于哪一本经, 哪一个文, 没有依据, 这是引误后生, 把后来的人引入错路的, 限于重力, 这些事犯重罪, 不能做的, 但是现在, 以前我们也听到过, 经像实在不能补了, 把它烧掉, 丢在海里等等, 这种说法是不行的, 半个记, 两个字都不能烧, 何况是一部残经, 旧经, 那些还没有残的, 更不行, 必有损像镀经, 净处藏之可以, 他说假使有一些下, 已经破掉了, 经, 重铸掉了, 烧又不能烧, 还又不能看, 残缺的像弓起来, 人家看了晦气不好的印象, 怎么办, 净处藏之可以, 找个前进的地方藏起来就可以了, 不能烧, 也不能毁, 对于僧宝, 经典中曾有一公案, 说明不禁僧众之过患, 某地有意恶习, 以为像出家人身上倾倒垃圾可赶大福, 故争枪效果, 几年后, 天上突将金银等宝并衣食等受用资据, 人人欢喜, 不料几天后, 天上普将杀土, 所有的人被活埋致死, 前者降金银等是以前善业所赶之福, 危及受用, 而不禁僧之恶业已迅速成熟, 现实受苦, 后世俱苦更是遥遥无际, 僧众是僧宝之代表, 佛法之传言弘扬主要依靠僧团, 苦不禁僧众最业绩重, 不禁三宝, 不但对个人而言有此种种不患, 对正法诸事, 圣教弘扬亦关系重大, 菩提道次广论云, 自能如何恭敬三宝, 则诸众生亦能如是恭敬自货, 欲注视弘扬佛法者大须注意, 作为佛弟子, 我们自己若不禁三宝, 还指望谁来敬三宝, 指望那些不信三宝的商人来恭敬更不可能了, 若一个人, 两个人, 一群人, 两群人都不信不禁三宝了, 则佛法欲衰, 当我们在凯探末法时代来到时, 有没想到, 我们自己碰到不信三宝的人多, 名师难遇, 正知见之善有少的结果, 和不禁三宝有何关系, 以及出家人常被社会上的人误解其事, 认为是寄生虫, 没饭吃, 失恋者的归宿处, 我们有没有想到, 这是不是自己会从内心深处发起恭敬三宝, 以及往昔不禁三宝之恶业所感之高, 本来金像塔四是三宝的代表和所义, 应当作为众生恭敬鼎礼的对劲, 但由于人们的无知心脉, 上述种种不恭敬三宝的现象比比结实, 试想, 如果有人把我们的父亲或祖先的照片扔进垃圾堆, 或者焚烧, 我们会作何感想, 而表法解脱和圆满功德的佛法僧三宝形象, 屡屡被丢, 被践踏, 作为佛子, 我们又于心何忍, 又何能视而不见, 三宝是众生解脱的唯一圣福田, 末法时代众生造作如此种种不善业, 若一大群人共创不尽三宝之夜, 则众生的苦报已极大, 此时是导致供业福报极具损减之音, 也直下去入三恶去和无法治愈正法等果报之音, 令人扼腕不已, 那么, 在当下这样的情形下, 宫敬或轻视金像, 不仅是关系到佛弟子自身修行的问题, 同样也成为一个众生供业福报增减的普遍性问题, 当很多佛弟子, 也在为所谓2012灾难等问题而纠缠的时候, 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维, 福报增长或灾难降临的原因在哪里, 如果还肆意丢弃, 踩踏金像等等, 福从何而来, 难又何能不增, 弥勒菩萨弟子世亲菩萨所作据社论约, 无惭愧不咒, 于罪不见补, 爱尽未信残, 唯于预色有恭敬肢体为残, 反之不敬即无残, 于如功德即有德者, 无敬无虫, 无所济难, 无所随属, 说明无残, 无残无愧是不善心所, 便于一切不善心, 由此则与有功德处, 比如三宝, 无有崇敬, 无有畏惧, 无恶不敢做, 一切恶业之门由自开启, 由此而领受极重恶业苦报, 二, 不敬三宝之原因, 菩提道次第广论上说, 三宝是无上大功德田, 对众生无上有大恩德, 是一切是出世间圆满根本, 我们对三宝之所以不恭敬,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三宝的功德, 价值以及对无等之恩德, 这也表明我们对三宝的信心还很欠缺, 对三宝没有一种珍贵的想法, 我们对某一事物的态度和行为, 是由我们内心对这一事物的价值的认识程度来决定的, 比如社会上的生意人, 经过一番努力, 好不容易签下一份合同, 他会将合同视为珍宝, 藏在保险箱里, 小心保护, 之所以这么做, 是因为他很明白那份合同的功德会带来财富, 所以便努力保护好, 又如大家见到地上有一万元钱会知道捡钱, 若见一百万, 一千万绝不会嫌捡起太累, 就是因为能见到钱的价值, 而今价值超过模拟宝的三宝, 能够带领众生去入涅槃城, 得到究竟的快乐, 三宝之代表却屡屡被思议践踏, 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和功德认识, 难道超不过一位商人对合同的认识和重视, 又如我们说捡多没处方, 家里自己的相册却可以放一大摩, 因为我们觉得那相片上的图画就代表了我, 谁乱人乱话弄掉了, 自己都痛心不已, 就因为我们觉着那有价值, 见佛像经文在垃圾堆却麻木不仁, 就是没见到经像的价值, 或许有人会认为, 佛像,经书等只不过是一些同目, 纸张而已, 不必当作真佛, 法宝看待, 所谓心中有佛极客, 何必住相, 不仅知行上没有做到一个佛弟子应该做的, 反而还为自己找了种种颠倒的理由, 实在是愚痴而可怜, 对此, 应光大师博斥愿, 古人修行, 皆能正当, 金人修行, 少见明心, 其人根之不等焉, 一静慢之所之耳, 众生沉沦于苦海, 必赖慈行就寂, 而后肚脱勇气, 佛法化倒于世间, 权杖经相助持, 而后登传吴敬三, 恭敬三宝能得到何种利益, 其为何恭敬三宝, 恭敬三宝能得到什么利益, 依于这佛法所依经相, 我们得以意念佛陀, 正法, 能增上佛德智慧, 能够得到现实, 来生的安稳快乐, 能得到完全承办佛陀果会, 下面当详细叙述, 恭敬三宝之功德利益是无量无边的, 被载于三藏经典之中, 尽责人天福报, 愿则三成圣果, 都必须以恭敬为基础, 比如你去收集三宝自止的时候, 坐在当下, 即可遮止众生, 不敬三宝之罪本来我们看到佛像, 经文自止被扔的到处都是, 现在我们恭敬它, 让它成为大众恭敬的对象, 这一善举能静置自己往昔不敬三宝之恶业, 大吉经云, 上读天子问, 佛在时日供养, 世尊是受者, 而失者或福, 世尊灭后, 供养形象, 谁是受者, 佛言, 诸佛如来法身也, 若在世, 若灭度, 所有供养, 其福无益善生经中一云, 佛言如来即使一切至丧, 事故智者, 应当至心勤修恭敬, 生身灭身, 形象塔庙寄功养义, 举己身中, 莫生经相, 欲三宝所, 依应如是金刚经一云,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, 极为有佛又云, 一切诸佛, 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, 皆从此经出, 再再处处, 若有此经, 一切时间, 天, 人, 阿修罗, 所应公养, 当之此处则为是塔, 皆因公经, 坐立为绕, 以诸华香而散其处, 菩提到次第广文中记载, 阿底来尊者置其地时, 有一秘咒师对尊者没有信心, 不听尊者讲法, 有一次, 尊者见一负责记录的僧人, 以牙齿上的污垢来占卜金树, 尊者身生不忍, 说, 这人太可怜了并阻止他说, 不可以这样对法宝不敬咒师在旁见闻后, 对尊者生起极大信心, 随从尊者恭敬文法, 这说明, 我们能恭敬三宝, 会令为信者信, 别人也会恭敬尊重我们, 道宣律师借书云, 依法所受用者, 为直肃竹目上书经下, 或相寒气福曾经成诸, 克定勇士, 不许改转, 此则定, 敬同圣教, 皆是灭礼之所以是, 不有损意, 兵往涅槃而生罪福行踪是云, 前出物体, 接下是所以, 直肃寒气只是事物, 但望所权至真无价古佛注释时, 有一位阿罗汉, 因其往昔曾用尼修补过一尊佛像的作息大象, 而敢得生生世世有金像伴随, 我们现在修补的不仅是佛的作息, 而是佛身, 从一属果来说, 若求人天福报, 果报上大的不可说, 若你发的是出离心, 菩提心, 那果报更是无有穷尽, 对于那些做工不如法的佛像, 我们去收集珍藏, 将来我们就有福报, 新建化身佛或遇到非常如法, 有加持力的佛像, 修补经书是开智慧的因, 将来能知欲圆满教法, 能听文善知识讲法, 瑜伽师帝论说, 这些对于我们修道来说, 都是非常重要而不可缺的顺缘, 映光大食言, 欲得佛法实义, 虚向恭敬中求, 有一分恭敬, 即消一分罪业, 增一分福慧, 有十分恭敬, 即消十分罪业, 增十分福慧, 若无恭敬, 则淡结远缘, 难得实意, 入道多门, 为人志去, 了无一定之法, 其一定者, 约成, 约恭敬, 此二世, 虽近未来记诸佛出世, 皆不能一也实验, 精诚所致, 精识为开, 能恭敬者, 实乃大智慧人, 不恭敬, 有大功用大力, 不成如阴光大食云, 躺能暂惜狂见, 轻夜自私, 当毕心神经济, 替泪沫沱, 悲惜日之无知, 是毕生已结成, 从自心意速攻, 神口清静, 勇觉粗鄙之恶态, 横一经论之圣魔, 果能如是, 数可于佛法大海中, 随分随利, 各获十亿, 对于经文, 如果我们恭敬, 凡是带有佛教文字的经文, 纸条之类, 修补残经等等, 就可以进化往昔诽谤佛法, 烧毁或跨越经书等对照, 现在学佛者自觉听闻佛法不能持诵文艺, 思维法又不能解其毅力, 修习法却又不能相应者很多, 依福填利, 是重要教授, 有些人做世间俗悟非常精明, 脑筋很平, 因为无始以来串习太多了, 一学佛法, 学不来了, 反应又满, 记也记不住, 这种情况, 肯定是往昔在三宝面前造了很重的恶意, 怎么忏悔呢? 以恭敬三宝来忏悔, 具体的讲佳行, 当你想去捡地上的佛像的时候, 就对峙了不想恭敬三宝的破识, 以前我们在做不恭敬三宝的坏事时, 也有个想做的心在指挥我们, 现在我们开始恭敬三宝, 实际去做的时候, 这个好的想法就对峙了原来那些坏的想法, 把他忏悔, 正行, 你在擦弄脏了的佛像并修补装表的时候, 不断重复这些动作时, 就对峙了我们无始以来行为上对三宝的不恭敬, 杰航, 你做完了, 随喜自己, 很高兴, 这不但是大大的集资竞争, 还对峙了你以前干完坏事时心里乐滋滋的那些恶思维, 由于这样做便能令恶业渐进, 善业渐增, 开支增幅, 善暴增长, 文法界能一时文俊, 思维能解法义, 修持能牲畜正, 故大家能努力行之, 四, 如何恭敬, 对于三宝, 我们内心的恭敬依靠观三宝之功德与恩德升起, 而行之于身口的恭敬加行主要以经教积大德教导来行之, 佛说幽婆赛界经约, 不应造作半身佛像, 若有形象, 身不具足, 当密复藏, 劝人令之, 至以具足, 然后显示, 见像悔患, 应当置心供养恭酒, 如玩无别, 菩提道次第广问云三种修行音学者, 位于佛像, 若素若晃, 随好随丑, 不应机毁, 至尘显出, 积压当等, 不尽轻毁, 皆当断除, 应当直为是可敬天, 犹如大师对于佛经, 宗大师说, 随于正法四句以上应离不尽, 又应断除一切不尽, 未抵押经卷, 冒为祸物, 至秃土地灰尘显出, 邪袜并持极跨越的, 应其恭敬, 等如法宝对于僧众, 若于僧价, 不出家众, 直杀门相急于奇象, 不骂不悔, 又一切种不应分党, 事如怨敌, 云如等国等, 应当敬重, 犹如僧宝普琼瓦尊者说, 我有一种对佛像的看法, 我是心想这是我的无上皈依处来看待的, 如同尊者这样对待佛像, 非常重要, 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说, 一次, 大瑜伽师请印度大成就者阿迪来尊者建上一尊文殊菩萨像, 他说, 这尊相的形象胜利如何, 如果形象输妙, 我可以用龙巴价格瓦供养的四钱金子来购买, 尊者回答, 至尊文殊菩萨的身相没有不善妙, 若论做工, 英属中等说完之后, 尊者就将佛像放在头顶上, 祈求加持, 尊者对所有佛像都是这样恭敬顶戴, 亲为佛受祭至印度大成就者龙树菩萨, 做秦友书一云, 随公巧桌木造等, 智者因公善事相对于阅读经典之威仪规矩, 因公大师云, 静守截案, 主静存成, 如面佛天, 如灵师宝, 则无边利益自可亲的, 凡于阅读经典, 需先洗手漱口, 洁净己案, 端身正坐, 和其双掌, 然后以拇指与二指翻开经文, 慎重小心保护经文, 不令染污, 不使损毁, 一则保持经文寿命, 二则保持经文完整, 三则能生福德极致会心, 四则远离诸国野故, 凡佛弟子等一教而行之, 一起例行恭敬三宝之善行, 书可转末法为正法宴。